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内蒙古原厄医疗队队员 鲍莎儿娜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 已经下班回到酒店了 下面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是怎样经过重重消失 回到自己的房间的 凌晨4点回来了 这是我们酒店的工作人员 每天我们回来 他们都会在这里等我们的 辛苦了 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生活 在武汉的生活 才会变得更加更加的舒服 然后我们每天回来以后 他们都会给我们全身喷洒消毒 这是我们的紫外线消毒棚 是我们两位领队连夜给我们 弄的 然后就在这里 消杀我们的外套 脱在这里外套鞋子 穿上酒店的拖鞋 可以上楼了 然后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然后回来以后 把自己的内衬衣 泡在这个桶里用消毒水泡 这都是我们的外套鞋 这个是在酒店里面的外套鞋 然后这是从一楼穿回来的拖鞋 要在这里脱掉 换上我们的拖鞋 然后就停在这里 这是手削 还有酒精 这是我们的消毒液 把手削一削 手机削一削 身上戴着眼镜 削一削 然后我们就要先洗澡 洗澡要超过半个小时 才能够出去 然后洗完澡以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卧室了 这是外面的一个房间 这个地方是放我的一些内衬衣什么的 半污染的 然后这是我的卧室了 我是又要换一双鞋 换好多鞋每天 然后这就是清洁区了 还有我的贴身衣服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等疫情过去以后 是一定要再来一趟武汉的 感受一下武汉的烦火啊 感受一下武汉人真正的生活 在见见我们一起工作过的同行们 还有我们治疗过的病人 到时候一定要摘下口罩 好好的拥抱一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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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